郑嘉颖奢士曼这对前绯闻男女今晚合体出席圣诞亮灯仪式 昔日旧情人不仅不介意同场更是穿上了红黑配的情侣装亮相 在活动的访问期间一名疯狂粉丝突然闯进现场 并向奢士曼高呼示爱随即便被安保人员制服 更是吓得奢士曼花容失色 他表示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所以特别惊吓 但了解此名粉丝只是太过热情 刚才是比较突然一点 因为我在很安静地做访问 他突然就冲出来 我有一点害怕 刚才是 是吓了一跳 是吓了一跳 但是我很感谢他 因为他对我是很疯狂地支持我 我希望他没有受伤 不过自从郑嘉颖在北京发新单曲 收拾卖特地到现场捧场之后 二人复合传言就没少过 至少分开后还能当朋友也算难得 加上两人又是黄金单身 又是友情小富婆 事业有了就去爱情 不知道两位有没有想过复合的意思呢 今天我们只不过在公司安排之下 出席了公司的活动 然后呢就今天他们知道有一个活动 所以呢就想了 天马行风的想了一个故事出来 谢谢他们的关心 但是那个没有尴尬 因为我跟他平常在问候 而且有联系的 所以都是朋友 现在不错啊 朋友关系很好啊 暂时还是这样 我说那两人也不知道 葫芦里买的什么药 难道是在吊大家的胃口 若有感情复合也是不错的选择 毕竟幸福是靠争取的嘛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